105 信報財經新聞 中國人澳洲團屋長期空置變貴城 2015年7月13日財經A06 外地傳媒引述透州房產監察機構 Australian Property Monitor資料指出 中國投資者過去兩年在澳洲大量購買房屋 數量多達4000間 但大部分被業主空置沒有出租 可能令當地變成鬼城 有經濟學家更推算 未來五年中國投資者將繼續添置一萬間房屋 並且將資閒置 兩年數4000億近年中國投資者看造美加 澳洲及日本地產市場的增長空間 世紀二十一套州主席Charles Taffey表示 澳洲當地由於外國投資者持續入市 導致空置房屋數量不斷增加 尤其是新盤深得外國買家稱來 不過 多數買家購入樓盤只求升值 寧願每年損失5萬元澳元租金收入 也不把物業出租 澳洲《人報》引述MACRO PLANTEMUS 首席經濟學家Jason Anderson 表示 來自中國的買家會繼續在澳洲置業投資 預料未來五年將有再多一萬間房屋 被中國買家購入並限制 Distrugnu地產行業高級經理 Distrugnu地產行業投資者認為 不少中國投資者在澳洲置業 部分是方便子女在當地修讀大學 有部分人只會在澳洲做生意時偶爾下塔居住 很多房屋一年有80%至90%的時間被空置 才經中國人澳洲團屋長期空置變貴城